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平反复职 55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开始决定 对绝大多数错化成右派给予改正 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却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 是企图要推翻中共的统治 为了抓着一小撮所谓的真右派 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 也不惜将50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错化成了右派 让他们备受劳改凌辱之苦 苦达22年之久 几百万家属都受到了诛连 而为了证明这个错化右派呢 也不是完全的就都正确 中共中央呢当时拒绝补偿改正右派22年来 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啊 或者取消啊 而受到的任何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的是 1978年10月份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的 改正工作呢都是本当年所在的那个单位去执行 安时大呢办理改正人数呢 现在已经到了240多个人 应该说这么一个规模不大的省校啊 这个数目真是相当相当惊人啊 一位当年反右以后啊 被遣返回乡务农的一个男教师 这时候呢已经年近半百了 他奉命回校呢办理改正 办妥了以后啊 他走出行政大楼 一头撞在了墙上 结果有路过的人呢 赶紧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这个改正右派送到了校医院 而他呢就在那儿喊说 这帮人无缘无故的毁了我的一生啊 你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虚情假意感恩地灵 我的血沾满了他们的双手啊 沾满了他们虚伪的门面 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 这什么破纸啊 但是我还是得为我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而奋斗 要不然的话 他们会永远背着我的右派家属的黑锅的 乌宁昆呢 没这种流血抗疫的勇气 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啊 却使他对渴望已久的改正 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他是一直等到1979年的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 办理这个右派改正的问题 这时候呢 他的原单位已经改称为国际关系学院了 改正的那个办公室的头子啊 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那个积极分子 哎 那真是让乌宁昆感慨啊 这简直就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好感 骇人也是他 救人也是他 这家伙板着个脸孔啊 冲着乌宁昆说 你的问题啊 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 也就是说你犯的错误还是很严重的 但是考虑到呢 这些年来呢 你的思想改造也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的 所以呢党组织才决定对你宽大处理 给予改正 天哪 宽大无边哪 乌宁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乌宁昆从安师大东神前啊 其实有的朋友已经警告过了 说你别对什么改正啊 抱过高的期望 因为呢 那些来自极左的力量的阻力 还是很大的 这个人说呢 这个甭管结论怎么写吧 你呢 就在这个改正书上 你就签字就完了 所以乌宁昆就在这个改正决定上 大致的看了一下 也就签了字 就跟21年前 从这个同一个人手里边 拿到他的右派问题结论 签上字一模一样 当时就不直接进监狱了吗 然后呢 他又应召去了院长室 由院长来接见 一个姓王的院长啊 给他讲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特别轻松的跟他说 哎呀 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啊 我们感到很抱歉呢 这就是所谓的 赔礼道歉了 仿佛啊 就是 就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 就把一家人20多年的劫难 就算是补偿了 而学院呢 还指望着他回来以后啊 教这个英语系的研究生 李一凯呢 同时也可以调回来工作 一村呢 大儿子啊 小儿子 当时呢 高中还没毕业呢 可以呢 随着这父母啊 迁徙回来 而一丁一毛 这时候已上大学了呀 所以呢 只能等到毕业分配的时候 再可以调到学院里来工作 这就算优惠了 从报纸上看啊 这时候 正好报道 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 李正道博士 从美国回来讲学 这时候呢 正好在北京 哎呦 这吴宁坤你想的感慨啊 他跟李正道可是 好朋友啊 挚友啊 当年就是人家拦着呀 一边帮他收拾行李 一边还说呢 你真要回去啊 反正李正道说了 我是不敢回去 我 那个制度 我不害怕 其实 1951年的时候 李正道帮他整顿 行李的时候啊 送他上船的时候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 也就在 平反的五年前 给他寄过一个新年贺卡 一想啊 哎呦 这28年了 重建啊 真的是挺有意义的 他呢 开后门 打听到了这个李正道呢 这时候正住在北京饭店 而且呢 当时的这个 什么房间号码也打听到了 于是就打了电话 给了李正道 没想到李正道啊 记得他呀 直接约咱俩周末见面 可是呢 当天下午啊 这个 吴宁昆就得离京了 而李正道说呢 我现在 忙的呀 这排的这个 这个安排太满了 这讲稿我都没弄好呢 于是呢 就说 干脆咱们就在房间里 咱们见15分钟吧 李正道啊 把他把他的太太给介绍了 然后俩人就面对面 隔着个小圆桌 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了 完了就开始问吴宁昆的处境啊 完了这个吴宁昆就讲 我干嘛来北京啊 怎么回事啊 加上周围朋友的一些经历 因为15分钟太短了 他只能简单额要的做一些答复 其实也是怕占据人家宝贵的时间嘛 可是啊 也应该说 李正道呢 也没什么特别强烈的兴趣 想了解吧 因为毕竟分开20多年了 所以那种感情啊 也让那个吴宁昆觉得呢 有些疏远 李正道这时候啊 庄重自吃 完全是一个卓越的科学 学家和学者的那种气派 突然一下吴宁昆感觉到了 两个人现在是生活在 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而且中间有了一条 已经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他留在了美国 拿到了他该有的成就和荣誉 而且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 而自己呢 一如反顾的回到祖国了吧 报效祖国 历尽劫难和凌辱 好不容易还苟活到现在呀 要不然死都 多少人都死了呀 而人家在美帝国主义的 那个大堡垒里 安居乐业呢 回到现在的这个 共产中国 还弄了一个爱国的 一个爱国者的 一个桂冠了 各种最高级的党政领导都要接见呀 宴请啊 就国宾 你想那时候住北京饭店都是国宾待遇 出入全都是专用的红旗 打轿车 接送 吴宁坤就感慨呀 自己响应着打的号召回到祖国的 结果成了人民的公敌了 受计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 差点就成了一个黄土埋葬了 即便俩人在那交谈 吴宁坤仍然觉得自己的肋骨啊 阴影作痛 这也是因为什么 他来饭店的时候啊 在这个公交车上 被一帮那个 红小兵 或者说小青年 撞来撞去的 他脑子里这时候啊 突发奇想 如果说 旧金山 那个七月的下午 是他送李正道回中国呢 结果会怎么样 也许就是我坐在他那位置上了 对不对啊 唉 吴宁坤觉得当场决定 我绝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碑 来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境境 我绝不会坐在他那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来捧现在的这个党的这个臭脚来 当然 同时上帝保佑 即使李正道可能当年回来了 可能啊 也不会像 乌宁坤这样 乌宁坤这样落入那种苦海 因为好像李正道要比他精明很多吧 时间到了啊 他就想告别了 这时候呢 李正道的太太已经走进卧室了 完了呢 从那里边取来了一个简装本的当年美国作家 色博的一个进注 叫当代预言 递给了李正道 李正道呢 就在上边签了个名题 赠给了乌宁坤 因为本身啊 李正道对文学作品啊 尤其是预言啊 特别的有兴趣 这个呢 确实是件新鲜事 因为以前没有过 这让乌宁坤感到挺兴奋的 因为在这之前啊 大家都住在一块儿嘛 有一次啊 他们在屋里边就聊聊天 聊到深夜 就聊到红楼梦 当时呢 李正道还觉得 中国的这些经典作品啊 一点都不科学 比如说什么 贾宝玉出生的时候 嘴里含着一块玉啊 什么的啊 弄得当时的 乌宁坤都不知道 怎么跟他应答了 好像是他用了哈姆雷特的一句话 做的答吧 就是天地间有许多事情 绝不是你的哲学 所能够梦想得到的 今天有一天 如果他知道乌宁坤半生坎坷的故事 希望啊 李正道不会说 这不会是真的 这是不是乌宁坤编的一个爱国主义的预言呢 在回五湖的火车上啊 乌宁坤在安徽下车 去探望了小孙和他的家人 摸着灰 找到了他任教的那个中学 小孙小孙那份惊喜啊 一下子让乌宁坤忘掉了所有的旅途的熬顿 第二天一大早呢 小孙就领着乌宁坤回到了他在梁梨公社的家 见到了在小学任教的妻子 和两个宝贝儿子 又见到了他慈祥的姐姐 一家人啊都为乌宁坤能够回北京复职感到特别的清醒 硬是留着乌宁坤在那住了两个晚上 然后小孙呢又领着他去看了他在那长大的老家 其实也就是几间小毛屋啊 跟那个乌宁坤当时他们在高庄住的那个那小破毛屋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 小孙呢也许啊 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 但是啊就在这个小茅草屋里边 这个老鸭窝里边 真的是富裕出了一个金凤凰 一个出乌宁而不然的真人 作为改正的右派啊 乌宁坤的身价是水涨长高了 暑假期间呢 江西省的教育局在庐山举办了英语教师 叫什么讲习班 乌宁坤还有另外三个老教师 硬邀呢就就去任教 哎呀没想到啊 学生们那种如鸡似渴的那种学习精神啊 让乌宁坤感动的不行 这种意外收获呢还让他有幸再一次探访了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牛鹏的那个男友 上山之前啊他已经打听到了 1922年入党的那个老党员吴老 当年呢不是被遣送回乡了吗 就在这个庐山植物园图书馆当了一个管理员 一想啊要是能跟老人呢登高转观天地间啊 再探一探这个拨去了狗叛徒伪装的老革命的心理旅程啊 他觉得一定会不许此行的 这个植物园呢古树参天 浓阴碧日的 应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修生养性的在地方 十年阔别啊 再重建吴老夫妇啊 真的是恍如隔世 吴老这时候已经瘦骨灵巡蛋了 头发全摆了 但是双目炯炯 梅雨之间还是有那么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 老人家兴冲冲的啊 就带他们观赏各种的奇花异草啊 一个一个介绍啊 如蜀家珍 等回到图书馆呢 又享用了吴师母给他们烹饪的这个午餐 吴老啊 谈笑风生的 一点都没提牛棚的那个岁月 吴宁昆正不知道说点什么呢 这一抬头 哟 看见墙上啊 挂了一个条幅 是吴老啊 用他那一笔不苟的掩体 写了十四个大字 往事如烟 巨望却 心底无私 天地观 其实呢 是十年浩劫的时候啊 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被迫害致死前的一个 诀别诗 吴宁昆心底一亮啊 哎呀 这吴老果真是脱胎换骨了 所以他也不想啊 问人家的如烟往事 心路立成 应该说这时候 他的先锋 稻谷骨和庐山的 苍松翠柏啊 已经融为了一体了 十月的中旬 他们呢 再次回到了北京 开始办理调动手续 院长办公室呢 这时候派人通知他 说这个学校 上级机关啊 首长邀请他呢 一同到室内啊 去参观一个美国老威克 剧环上演的哈姆雷特 天哪 千载难逢啊 应该说啊 这是乌宁昆在首都观看的 最为赞赏的一个杀翁的悲剧 也是乌宁昆自己在北大荒 那劳改的时候的 最重要的精神之助了呀 这时候由一个那么著名的 伦敦剧团过来演出 那你想啊 多大的荣誉啊 可是啊 乌宁昆这时候啥心思都没有 这点小小会 就作为一个什么右派改正补偿 他心里啊 这坎儿怎么都过不去 于是啊 直接再美的诱惑 我也晚言谢绝了 结果几分钟 几小时以后啊 这新任的这个陈院长 又派人来了 说能不能谈你谈啊 这新任长啊 快容快语 很有礼貌 就说你啊 别敢情共事嘛 没办法 到头来 只能搭上首长的 红旗大轿车 风驰电车 直奔首都剧场 那个 叫什么来着 埃尔西诺王宫 其实离他当年 用那个吉普车 给押送到半步桥 劳动教养所啊 这时候 整整 22年 当时 他带的 只有一本原文的 哈姆雷特 魔幻了 魔幻了 魔幻世界 给押送到半步桥 给押送到半步桥